大家好,欢迎来到分享知识持续提升的格务时间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的是使用NOTION软件的第一步 就是如何创建一个新的页面 新建页面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我们在左侧边栏点击添加新的页面 添加新的页面之后,介绍一下页面的一些相关属性 页面的标题 上面可以为这个页面添加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在图标库里面进行选择 为这个页面添加一个背景图片 同样的,我们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图片 可以移动图片的位置 保存位置 这个是为这个页面添加一个评论的功能 同样我们可以删除评论的模块 接下来的位置是可以记录内容的部分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文字的录入 我们可以粘贴图片 当我们输入斜杠会激活命令 当我们输入斜杠的时候可以激活块类型选择的选项 在这里面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块类型 这是普通的文字,这里是新建一个页面 图标类似的是一个代板清单 这个是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 下面是表格 还有很多这种类型 当我们输入H1的时候可以选择一级标题回车 当我们输入H2的时候可以输入二级标题 同样,输入图度可以快速的选择到代板清单 接下来我和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拖动路上中的内容块 当我们把鼠标放在每一个块最左面这个图标的时候 通过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到相应的位置 它就可以移动到新的位置 除了上下的位移动,还可以支持左右的移动 通过拖拽的形式,可以自定义每一个页面的展现形式 如果你想分享这个页面,很简单 点击右上角的Share 勾选之后,你复制这个链接 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朋友 在他们不需要登录的情况下,就可以看到你这个页面的内容 并且当你更新的时候 你的朋友也可以获得内容的同步更新 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第二种充电页面的方式 当我们输入斜杠,在这里面去选择配置 其实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页面 这就是紫页面 这是嵌套在这个页面中的第二级页面 这个页面包含着一个页面所有的属性 现在已经把页面的一些基础功能和操作已经介绍完了 后面一些更细致或者更深入的一些功能 需要慢慢大家自己需要去探索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后面的系列教程 后面会持续对Nusion相关的使用技巧做一系列的教程 我会参考Nusion官方的文档 系统性的进行循序渐进的介绍 当然也会增加一些高阶的技巧教程 争取做到快速上手 让大家可以体会到Nusion为个人的效率带来提升的喜悦 关注我,我们共同成长 我们下个视频见